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去下单新闻 我们讲这个金管局的最新就有机会进行的政策 2024年的上半年 金管局就共收到350宗与骗案相关的银行投诉个案 较去年同期跌了45% 虽然是跌了 但是这个金管局就打算新推一个防骗的措施 就是银行存款加这个加慢功能 增加转账的阻力 另外就推一个ATM的警示 就是它做一个叫做MoneySafe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功能 在转账的时候就会增加一个阻力 比如你想转账的笔钱给一些所谓的骗徒 那客户在APP看到就会原来有这个的警示 就会停一停 想一想跟家人商量 又或者跟这个银行职员就有机会留意到 一个可疑的情况 并提醒客户阻止这个骗案发生 和减低可能导致的损失 是没错 那这个状况不如阿妍你讲多些你心目中的看法先 我想电骗囚在这几年是极度常见的新闻 因为你始终那些老人家其实是个重灾区 就是你看到是那个老人家 无论是那个受骗的人数 受骗的金额的欣赏心 其实都比年轻人多 就是我们年轻人 我不是叫年轻人 但是比较年轻的人 就是说真的辨识到那些骗案的能力 是比一些老年人高 事关于我们这一代 都叫第一代在那个手机 或者电脑殖民的一代 我们其实较容易去辨识到那些骗案 原因我都不能够详细解释 但是你一看下去就知道是骗案来的 但是老人家就是没有这个基本的能力 所以就很多这些什么程式骗案 或者说你的儿子被人拉了 要你交保释案金这些骗案 很多时候都发生在那些老人家身上 那你说年轻人重复的机会率就很低很低 那今次这个金管局推出来的这个叫做 Money save 的科案 就正正是向着老人家而设的了 那事关真的太夸张了 还有你那个电骗的情况 就是你现在久不久 就是一天都会收到 起码四五个电骗的电话 那你打来就是说这些普通话 又说你淘宝欠去钱 又说什么猜猜我时尚 就是各式其式各式各样都会有的 那我们年轻人当然就会被它压倒 但是这些老人家是真的有机会重复的 所以就这些这样的叫做方法 金管局推出来的方法就是为了这些老人家而设 是 还有就是说到整个电骗的机制呢 其实香港做到的事情真的不到的 明明我们已经口头上说明是有10名登记电话卡了 理论上哪一个做骗图应该是找得到的 但是你结果就发现呢 就算好像有一个所谓的10名登记呢 好像在执行上面呢 都还是有点剧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有推迟到那个10名登记 那我不太确定 就是曾经都说到十名层上会有10名登记这一样 但是为什么好像都是春风吹牛生呢 打完一批一批这样的 那这里也有一个令人觉得压抑的地方 第二就是他们那个电竞的上游产业链呢 就因为是远离香港的 而那一帮人也都懂广东话 所以你要抓他们是涉及跨境执法的 比如最出名就是那些KK园区 就是缅甸北部 或者是泰国边境地方 柬埔寨边境地方 有很多这些这样的电骗集团的 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中国是出了手去打击这些缅甸北部的电骗集团 电骗集团 捉了很多的主佬就回到中国那里受审了 他是逼缅甸政府交涉 就是有用到外交的策略 也都软硬见舌 因为缅甸都带着内战 所以你跟他说外交其实他都未必可以拿到主意 那他们就选择是以华制华会而制宜 中国就输入了一些先进的武器 就给一些当地的叛军组织 那些叛军组织就立即反攻那些阵地 那些阵地本身就是电骗集团 所以有一个叫做彭明星的家族 他曾经在这个缅甸古阮地区的皇帝 土皇帝 他早几年已经逃跑了 现在就有彭加星的上 由他的儿子就继承了 他的儿子一直都是打游击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土皇帝经常都会改善半代 又被这个果敢的四大天王就逼走了 什么白锁城等等那些人 那有一些是跟曾志偉打过卡 即是直到慶祝了生日 所以呢曾志偉都昨天有一段时间要呈清他和这些电骗集团 但是没有任何的利益瓜葛 那接着之后呢 这个彭加星的家族离开了古今之后呢 那就近年就得到了中国的武器输入 那其实呢中国就不承认是有输入过这些武器 去给这些缅甸的半军组 因为你会做成功去交风波的嘛 那那些缅甸的半军组或者那些叫做游击队呢 那些武器吸数大增 你突然间多了一些是无人机啊对空的战力呢 那你一般的警察啊或者普通的民警 他们是没有办法的应对无人机 或者一些高级的军火战力而已 那全部都兵败如山倒 那马上呢就被人家占领了啦 那然后那时候大家也都找回那些武器 就见到譬如那些子弹啊 或者被击落那些无人机呢 原来后面是写着中文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啦 因为原来是中国是输入的 但是中国就不承认的 就是总之可能有人走私啦 即是whatever啦 by all means 不知怎样他得到一些中国制 很先进很劲的武器啦 不知怎样可能是走私啦 那结果就反攻了古禁地区 那他们反攻的口号都是说 我们要解除电片 那这个电片的口号 就有点像那些静内烂青军室啦 就是你必须要有名啦 那你得到别人的武器的时候呢 你都要帮别人做事啦 别人给武器你的前提就是 希望你瓦解那些的电片组织嘛 那所以呢 有段时间呢 很多的电片的基地呢 是真的被人瓦解了的 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呢又春风吹又生 因为始终呢 你大规模的基地呢 很容易去瓦解啦 但是你一碎片化 一变成凌散化了呢 你是很难去捉的 因为那个电片集团 可能他十个人租一个单位 他已经是一个电片集团啊 那我之前说的 古禁地区那些呢 当然是整栋大厦几千人啦 又KK圆区啊 各地的SUM啊 其实他们一系都做的 包括呢 那些微信在唱歌散歌啦 网络成员骗案啦 网上赌场啦 呃 祈福党啦 总之任何压人的勾当呢 他们都是照做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不同的片局 只不过是不同的product 不同的产品而已 那个生产流程都一样 都是哄你破金 接着之后就托水龙而已 就是全部模式都是一模一样 那结果呢 就是春风吹又生啦 很多的大型的组织是瓦解了的 但是因为你碎片化了 变成了一些散兵 散兵游用的那只散兵 那所以呢 就很难去打击 那现在就是 为什么我们偶然都会收到 一些电片集团电话的一个客观的现实 那原来我自己 怎样提醒老人家对抗这些东西呢 那我通常呢 就是我都是孝子来的 那我就 预备了一笔钱 那我的笔钱呢 我都打进了去 两路的户口那里的 那我就直接呢 就麻烦你们全部跟我买车位了 虽然那些车位都是跌到 妈妈都不认得 那但是起码你买车位的时候呢 你不会那么容易可以沽得到那个车位嘛 就是不会突然间有个电话来 你就立刻将我给你的那个家用 急速转走了 因为你卖车位你都要时间啦 你都要签临约签大约 跟着又要过天堂听 就是这一样东西你是 要搞很久才会发生的嘛 那但是电片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一个就是几个电话 就直接可以按走几百万 那所以呢 就是我就用这种方法 让家人持资产呢 就可以安全一点 但是这些资产都是跌的 但是没问题 它跌的那一样东西 我就当给了一个security premium 就是只能够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处理方式 那我不知道阿姨你怎么看 现在看到那些碎片化 其实真的挺难搞 好像之前JPASS都是这样 JPASS就叫一家 叫做诈骗公司那样 那大家传了些钱下去 它就卷款仪图那样 那些骗图 那但是呢 它之后就发展到慢慢是 哇 是那些叫做加密货币平台 那么很多 有各式各样的 有几百个那样 那些人是靠那些交友软件 去到做做售事 那譬如 传个网站给你 就说这个平台呢 就可以炒一些虚拟货币 然后你就入金了 给那些这样的平台 然后呢 它再卷走你的那笔钱 但是那些平台呢 就不是一些叫做知名的平台 它的知名度 一定是没有JPASS那些呢 去那么大 所以就 这件事就慢慢变成了 是随便化 那情况就和现在那些 叫做电骗 或者那些情形骗案呢 是一样了 那现在 不过受害最夸张的那些老人家 那我想实名制 之前就 说出来的原因就是 帮助打击那些所谓骗子 但是你见到现在出道的结果 就根本上完全是 没什么功效的 那反而就 你说实名制呢 令那些人对那个电话 是反而有信心了 我觉得是反而有个 叫做反向的缺点在里 还有现在那些 叫做实名制的电话呢 之前看过的新闻就是说 其实那些叫做大雨孔集团 就是利用了那些债制呢 那些的实名登记的电话 那债制呢 还不到钱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用这些的叫做实名电话卡 去到顶数 那我不知道是几钱一张 是不是几百一张 去顶上线那条数 那上线呢 拿了这些 叫做 登记了的实名的电话卡 之后呢 就要用那些去到呢 再做反案 那是做这些什么电片啊 或者呢 是做那些借那些 大雨孔的这样的生意 那后呢 警察就算追到条线呢 都是捉回那个本身的债制 就永远追不到回去呢 那个的幕后主路那里 那所以就说实名制 真的有帮助呢 这个真的觉得 没什么大帮助 是 所以就去到最后 就是电片结果 一个要小心的责任呢 就是不要只100% 依赖官方机构 或者依赖权威 依赖一个authority authority是一个比较 准确一点的字眼 其实都要靠自己警觉性高 因为有时候呢 真的 你一出事的时候 你再去找警察 武警 其实警察不是说不想帮你 他都帮你不了 因为你那笔钱 都已经转到海外了 你哪里有得追呢 又是去那些 边场莫合 跨警执法 这些从来都是很难去处理的一样东西 那你只能够就是 叫做源头避免骗子 就是你要自己多看几个眼 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都是 就是那个现象 我想去讲一讲 大致上是这样的 是 就是你见到那些骗子是永远走连 那个监管机构 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些deep fake 或者是那些声闻那些科技 就是吸着你的样子 吸着你的声子 去扮个儿子 然后跟个妈妈说话 就是你见到那个科技是 进步得那么快 所以就真的要再小心一点 因为是永远那个骗案出来 那个监管机构才发现再度绝的 所以就一定是那些骗子 是藉着那些科技 是行先一步 所以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就算看到那个人的样子 是那些声音 都要真的严正的确认一下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一百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一百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那和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的 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 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 套到30万之余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所以亦都帮很多 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严微资急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行的财技 是可以一月的税 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 我的节目拍档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 近年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 投资的财务部署